在凯莉产业在试营运到现在 即将10月份要在拉斯维加斯开幕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知道这一年的当中 基本上是凯莉产业在试水温的过程里面 我们从各个环境跟市场 还有所有领导人 所对于凯莉品牌里面 她认为在当前整个网络行销的过程里面 凯莉具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以及未来发展的一个潜力 所以今天想要透过分享凯莉品牌的六大清药 来跟大家分享 我想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不知道会有什么感觉 大家都看到很多疫情的意 对不对 那其中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躺平足 一个是无声辞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于无声辞职 这样的字眼有印象 事实上从疫情的时代开始持续 环境整个变化很大 从美国推特开始开出第一枪 认为所有的职员可以永久在家全面工作之后 它影响了像Google FB跟Amazon等 所以疫情影响了全球的景气 那我们知道有一项的民意调查里面 有提到说有9%愿意在疫情过后回办公室工作 54%他想要能够弹性的上班 但是有37%的人在经历疫情将近两三年的过程 他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朝九晚五 因为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有关于时间自由跟财富自由的选择权 那我不仅仅想要问大家 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选择权 该怎么办呢 所以继躺平足之后 有一个无声辞职的这个关键字 已经成为现在在今年7月抖音出来的无声辞职的新浪潮 这四个字其实代表了现代年轻人 对于他现在不管如何努力 他都在现实环境当中 他是一个所谓的不是人生胜利组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无声辞职代表了 他并没有想要在工作职场里面辞职 但是他彼此互相提倡了三个概念 他说不奋斗 不加班 不消费 他希望能够维持一个最低的生存标准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他在工作当中永远为老板打工 而基本的薪资根本没有办法完成他未来可以成家立业的想法 因为没有选择 所以只好像鸡肋般 实之无畏的呆者 我不晓得大家对于无声辞职这样的感觉是什么 所以我在画面上我写下了 当如果你认为工作对你来讲毫无吸引力 甚至你看不到未来前景的话 你有没有可能斜杠你有没有可能利用现在的网络行销 利用大家所讲的共享经济或分享经济来为你自己打造新的人生 所以就像大家常常在讲 后疫情时代有两个免疫力你拥有了吗 你具备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 就像我们知道这两年全球疫情的关系很多人失业 包括很多公司严重的亏损 那大家赚钱的思维模式 事实上随着现在比如说网络的思统发达 逐渐都让大家希望在这边找到一个好的商业模式 而这样的商机如何透过我们所讲的凯利全球一张网 新资产创业的过程 在我们消费的同时也能够帮我们找到一个所谓利润共享的机会 所以疫情带来的危机看起来是危机 危机的背后其实是转机的可能性 而拥有健康的免疫力 强化我们财富的免疫力 已经是大家面对自己的人生 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不晓得大家对于健康免疫力跟财富免疫力 如果它是未来你在面对人生必须具备的免疫力时 你已经拥有了吗 我们都知道 富爸爸跟宠爸爸的系列当中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观点 他提到了财富的四大项线 大家可以看到图当中有60%在一项线的人 通常都是为别人工作 在追求一份很稳定的薪水 但是大部分的人他们赚钱的方式 却永远让你自己财富无法自由 那另外有30%的人 他是为自己工作 他透过自己的专业去获得收入 有做就会有钱 没有做就没有收入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陪伴家人 他只能喘气 无法休息 但是我们看到右边有5% 他是建立系统跟团队 不管是透过员工或是系统的力量 来帮助他们赚钱 即便他们今天不工作 一样会有收入进来 那至于右下角的爱向线 我们看到5%的投资者 就是用钱去赚钱投资 像是投资房地产 股票等等 我们都可以看到 在B向线或I向线 右半边的10%的人 他们在所谓财富跟时间上 都拥有自由 那不禁大家会想问 我们究竟要怎么样 从90% 移转到10%的向线 让系统跟钱来为我们工作 少一点达到我们所说的 财富跟时间自由 我想问大家 如果忙碌跟勤奋 会使你疲惫而不是富有 如果你很努力 少睡 但却仍然筋疲力尽 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生活 如果你曾经或现在 遇到这样的状况 也许你可以选择改变 而不是用人生大把的时间耗着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所谓的无声的辞职 一辈子来帮老板打工 却没有办法找到人生的梦想 那我想这个人 大家都非常清楚知道 他是非常厉害的股神巴菲特 他的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 如果你找不到一些方法 在你睡觉时 也能为你赚钱的时候 你将会工作到时 所以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 如何创造一个税后收入 跟被动式收入 我想这张图大家都非常清楚 就是巴菲特跟大家分享的 雪球理论 那他在这个雪球理论当中 他提到了人生当中 如果希望在你的人生 能够找到一个够长的波道 跟冲突的雪量 那通常你的雪球会越稳越 而就这样的概念里面 我们知道 构长波道其实代表了时间 你如何利用时间来累积 你的财股 如何找到适当的投资产品 透过时间跟产品 来为你创造 刚才巴菲特所讲的 所谓的税后收入 或被动式收入 所以事实上在2022年 有一个健康的趋势诞生了 而这个健康的商机趋势 即使在非常多的组织行销或产业 都在讲健康商机 可是为什么我会说 凯利环球以一个分布式的跨境电商 网络五国界 跟全球一张网的这样的优势 威力引爆 因为当大家都在谈趋势的时候 趋势本身就是商机的所在 那我不晓得大家 您认为你现在跟趋势的主流 是处在平行线呢 还是你正在跟趋势同行 我们都知道最近非常多人 投入了有关于抗衰老的一个产业 也证明了健康趋势 是现在跟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让大家趋之入雾的一个潮流 所以当这个机会来敲门 你有没有跟上趋势 你有没有拥有一把 可以打开财富跟健康的万能情要 否则机会永远只会跟你擦身而过 所以当我们提到的 掌握凯利品牌里面的优势 跟知道凯利在市场上面的价值的 第一把必须要拥有的万能金要 就是首先当我们要投资一个产业的时候 一定要去了解这家公司的实力是什么 那我们都知道凯利公司本身 它拥有SOD、NMN等原材料 所以有将近6%的材料为公司所拥有 那第二个它本身有科研博士团队 跟它的实验室 最重要是当疫情的过程 非常多的产业 它受困于比如说产供销 包括原料的提供上面 因为疫情而延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凯利本身 她的产品研发、原料生产 到她产品加工 以及终端销售的过程里面 她采取的一个产供销一条楼 这本身是因为她有一个强大的母公司 后一在作为后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母公司作为后盾 加上拥有自己的专利配方 产品求新求变 永远能够以生物黑科技 让大家拿到一个最新、最优的产品 手中将近握有五、六千种 独家的配方 所以让产品即使在面对 这么多的竞争者里面 她都可以拥有差异化 并且有所谓的核心的竞争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优势都让凯利本身的公司实力 在经过市营运一年之后到现在 都已经成为大家非常瞩目的一个公司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 她本身在产品当中 充分节约了生产成本 来确保产品本身 能够有一个高的性价比 那这些都不是在外面 很多组织行销里面 透过加工、代工 然后甚至是以一个 简单的一个配方 来作为她整体公司核心的竞争力 凯利在这方面的确非常的独特 那另外她也是北美排名 前五名的膳食营养补充品公司 那帮非常多的知名的品牌来做代工 像是有Costa Bridge跟GNC 并且在美国里面 帮助像Costa、Wolf这些渠道 来进行一些实体的消费 实体的销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凯利整个生物的科技实力 它引爆了健康趋势 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 一个公司的实力 往往代表了一个公司 能不能长期经营下去 这也跟凯利公司里面 所强调的长期主义跟平衡共生 彼此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 所以当她以产供销一条龙 然后并且采取了长期主义平衡共生 来作为整个市场发展里面 强调以最优秀的产品来带给消费者 这样的一个使命都可以看到了 整体来讲 不管是从公司的背景 从它在公司发展的一些实力上面 包括产品制度 公司的文化 都可以看到了凯利生物科技 实力非常雄厚的一个概念 那不禁我们要讲 如果一个公司的 公司的背景实力 深深为大家觉得 哇 这个公司真的是超级优秀的过程 它整体在运营的一个发展里面 有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系统 来供大家来了解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里面 看到了整个凯利的商业模式 这个商业模式会决定了这个公司 在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不管是面对市场 面对产品 面对代理商 这些都会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连结 首先我们看到了 在疫情的过程里面 为什么凯利可以迅速引爆 也就是它以一个网络商机 从一个分布式跨境电商平台的概念里面 结合了所谓的双链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生产跟供应这样的双链的部分 形成了产风销一条龙的生态 那这对于供应链跟产业链来讲 是一个非常紧密 完全不需要受到别人控制 或掐住头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另外一个 它拥有一个细胞的健康系统 这个就会牵涉到 为什么凯利的产品 可以在短短式营运的一年当中 受到非常多消费者 或者是经销者的一些喜欢 都跟整个公司 在细胞健康系统的开拓 非常具有前景性的关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了 流量的变现系统里面 透过了分享经济 在物流经流 这方面都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处理 所以整体来讲 凯利公司在面对了 这样的商业模式里面 的确可以让整个凯利 在发展的过程里面 就具备了非常良好的DNA 所以如果我们说 第一把所谓的金钥 就是凯利的公司实力 让大家在刚刚的PPT里面 都可以看到 第二把的趋势金钥 也就是如何透过跟趋势同行 掌握了品牌的形象跟定位 我们可以看到凯利的品牌定位 第一个她非常聪明的 知道抗衰老 以及未来老龄化 高龄化的世界当中 每一个人都在寻求 即使我在未来面临年老的过程里面 我如何抗衰老跟保持健康 第二个我们也看到了跨境 跨境电商空中的连锁网店 也看到了第三个 分享经济亲资产创业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后疫情的过程 当大家面对了工作跟生活 有非常多的困境 我们有没有办法 就很像是平常我们花费的 买手机买一个LV 买一个大品牌的包包的时候 当我们花出这样的一个钱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用这样的轻资产 来为自己作为主业之外 斜杠slash的一个创业的机制 我想凯利在这里 透过她会员资格的进入 她帮大家创造了一个 轻资产创业的可能性 第四个我们看到 她是一个社交的新零售 她以人脉来为大家 带来一个分享经济 她不完全只是以前传统的 传销的模式 她整体社交零售的一个新方式 都能够让非常多的年轻人 在日常生活消费的同时 她人脉可以不断的变现 然后在一般人在寻求健康消费的同时 也帮自己创造一个分润的机会 第五个就是我们如何向百分之十的人 可以利用系统支付 她提供了一个被动式税后收入的管道 让大家不再需要向百分之九十的人 只有出门赚钱才能够得到钱 所以系统支付这个管道 在凯莉的身边 在凯莉这边 可以看到她提供了非常多的可能性 第六个 整个凯莉的生物配科技 在产品当中表现无疑 它绝对是一个领先技术 一个非常自主性的 它也反映了整体公司里面 以挑战为使命 希望能够提供最好性价比的产品 并且让大家在消费者跟经销者 不同的身份当中 都能够采取八二平衡 平衡共生的一个概念里面 长期营运下去 所以当我们说第二把金钥 是凯莉的品牌定位 我不禁想问大家 当一个品牌所取的名字 一定跟这家公司 它所发展的品牌形象是有关系的 所以第一个问题我可能想请教大家 大家认为calorie跟卡路里有什么关系 如果大家掌握了凯莉本身跟卡路里 这个关键字的关系 就会知道整个凯莉产品的研发灵感 全部都希望能够从产品当中 透过大家在吃食物的时候可以减糖 那它主要是来自于当时华盛顿大学 有一个卡路里的减重计划 然后他们从这个计划当中 察觉到原来限制卡路里跟热量的摄入 的确会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细胞跟抗衰老这个部分 有一个紧密的连接关系 所以整个凯莉产品研发灵感 它透过了两个概念 希望能够让大家限制热量的摄入量 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 这也是它透过了一个天然卡路里抑制物 来帮大家达到了一个少糖 少纸跟抗光化的一个方式 所以第一个就是低卡减糖抗衰老 第二个它希望在人体当中可以建立一个 所谓的细胞的一个逆转的系统 那我们都知道卡路里抑制模拟物的概念 在我们的产品当中有两款 比如像NMN子弹齐 这些都可以帮助人体 人体在卡路里抑制的一些作用 来帮助大家延长寿命 抗衰老的机制 而达到了一个抗衰老的效果 那如果我们说第二把趋势金钥是品牌定位 那第三把就是科技的金钥 它在讲凯利的一个产品定位 那我们可以看到凯利的商业模式 是结合了我们刚才所讲的 不管是整个的商业的双链的融合模式 那其中有一环就是细胞健康系统 那这个细胞健康系统 它主要根源于一个叫做细胞调扣 细胞代谢跟细胞修补 尤其整个凯利的产品 它是致力于细胞健康 它透过了科学的抗衰 从细胞的排毒的调整 提供营养到增加能量 基本上就是我们中医里面所讲的 轻调补防 那这个防特别是在现在疫情过后 免疫力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凯利的英文的网站里面 可以看到 它是强调了抗衰老使于细胞健康 因为只有细胞健康了 我们身体的健康才可以逆转青春 并且去抗衰老 所以它发现了这产品当中 其实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主轴 一个就是SOD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超氧化 护其化酶 它具有抗氧化能力的一个原始酶 第二个就是H2 作为现在大家在面对疫情 如何增加身体的免疫力 帮助大家把身体疫苗里面 所注射进去的一些毒 可以以新的医学 来改善我们的代谢 并且做排毒改善健康 那另外一个就是NAD加 它可以调节衰老 逆转老化 所以这三项展现了凯利产品 抗衰老的一个核心 整体的产品都以抗氧化 新陈代谢排毒 以及抗阻止我们身体的发炎 增加我们细胞的能量 可以让我们身体达到了 所谓的凯利品牌灵感 抗衰老使于细胞健康 所以如果我们说 只用一句话来形容凯利的产品 我想大家听了刚刚以上说明 我想一句话就可以来定义产品 抗衰老使于细胞健康 我们只有让我们细胞不故障 让我们细胞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之下 就能够让细胞轻轻松松 比同龄人看起来更年轻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说 抗衰老使于细胞健康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了 品牌理念当中 他强调的是一个时光逆转 焕发青春 特别我们知道 任何在发展网络行销的产业时候 产品绝对是一个灵魂 虽然我们说产品好的很多 但是产品的确会随着 我们产功效一条龙 包括我们本身有科研团队 都能够让我们时时刻刻 掌握到产品 市场产品当中最好的 那我们不禁要说 当凯莉的产品强调 抗衰老使于细胞健康 或许有一些伙伴 他不太了解细胞健康的重要性 那凯莉从知道细胞的重要 到如何去维护我们细胞的健康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我们细胞健康水平下降的时候 第一个新陈代谢会减慢 它就会影响到我们体重啊 葡萄糖的一些水平 跟自己本身的一些脂肪代谢 那另外就是有关于新陈代谢一旦减慢 它就影响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体重 第二个是免疫系统失和 它就会随着我们细胞健康的水平降低 那细胞的功能下降 自然就会让我们细胞随时可以提醒 我们的细胞信号的传导 它变得很异常 那一旦异常 免疫功能就会出现问题 那一旦免疫功能出现问题 细胞就很容易受损 原本的一些正常的功能 都没有办法发生 所以我们知道产品是灵魂 整体来讲凯莉的产品 延续了抗衰老的临床研究 跟科研精神 然后它注重于细胞级的 抗衰老产品的研发跟实践 所以如果我们要谈凯莉产品的优势 跟市场独特性 就像大家常常谈的 八个字倒进了产品优势的精髓 人无我友 人有我精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它不是保养品 却胜过保养品 不是保健品却胜过保健品 不是药品却胜过药品 还有加上它在商品流通的 独特性跟差异化 跟我们所提到的人脉变现 还有双链融合 都有很大的关系 再加上有看到我右边的这个图 如果有人要请你 谈到凯莉产品的优势 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现在的九项产品里面 它都具有天然 有机纯素 富方 以及协同作用 都可以看到了 这简单清楚 点名了我们凯莉产品优势里面 所带的一些天然有机纯素 透过了富方 产生了一些协同作用 都让我们在刚刚所讲的 人无我有 人有我精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当中 看到了它比保养品 比药品 甚至是保健品都更厉害 那大家有看到这张图 现在进入了整个保健品的 春秋战果时代 它进入了所谓细胞修复的阶段 也就是当细胞修复 已经成为以往 我们只是需要一些基础的 膳食营养补充病 这些对我们来讲 已经都不重要了 大家现在都在比 如何细胞更健康 所以可以看到凯莉 透过了整个科研团队 跟他们非常重要的 生物黑科技里面 它治愈了细胞的健康 抗衰老 然后在人体细胞来建立一个 非常强大的防火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从去年到现在 整个市营运到今年 要正式开幕的九大的产品 都可以看到 它就是以抗衰老史与细胞健康 来作为整个细胞修复代谢调控 帮助我们身体健康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技术 那很多人提到说 当产品很棒 它吃下去安不安全 那我们常常知道 国际的权威认证 这件事情可以让大家 在吃产品的过程里面 比较能够拥有一个 安心的依靠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画面上 不管是FDA的注册的 设施的认证 这些整个都是从员工厂 到整个产品的加工 都是FDA来监管的 然后甚至它融合了 符合所谓的运动员标准的CGMP 那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 生产流程的管理的认证 在美国大概不到5%的药厂 可以拿到这样的认证 那通常一个产品的安全性 怎么判断 一般来讲会看认证 那不管是我们刚刚讲的FDA的 国际自由销售的认证 它这是美国食品药品的监督局当中 最高级别的认证 它也是世贸组织WTO 核定有关于食品的药品的 最高通行的认证 那这也是通过了FDA跟世贸组织 全面核定后才能发放的认证的证书 所以我们在这个国际权威认证当中 也看到了有一个反兴奋剂的组织认证 这是一种保证 保证我们在里面的一些成分 都是安全的 那一般的运动员在看到这个认证 他都可以放心的去吃 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难 很难拿到的一个清真的食品认证 包括像有机认证 素食认证 这些都是 凯利在所有产品当中 拿到了19项国际认证 那不管是在原材料配方包装上面 美国原装原品原产地进口 所以都是我们刚才讲的 最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不办法后裔工厂来出品 所以这些专业认证 凯利是高一阶的CGMP 以一个非常高标准的药厂的规格 来做一个保证 那包括了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讲的 那个Info Choice跟Info Sport 这个都是由英国的百年的认证机构 那它也是唯一跟一家 跟国际奥委会合作的一个检测的机构 透过这样检测机构里面 你可以得到一个最高等级的安全保障 那另外当我们有一个主要的核心产品 NNN 大家就提到说这个相关的纯度 它究竟怎么认证 那我们就有拿到了SUNIT 营养实验室里面提供的一个专业的实验的分析 拿到一个科级99.92的NNN的这样的一个成分 都可以看到凯利产品在认证上面 它是非常具有一些权威的 那另外一个是非常重要的是 在凯利有七项产品 全数都纳入了美国医生用药指南 也就是所谓的PDR 那可以进入了所谓的PDR 对于大家在使用这些产品上面 都可以非常的放心 所以像刚才所讲的 不管是哈拉认证 不管是我们刚才讲的 美国的PDR的这样的认证 都是一个专业认证安全把关 透过了这19项的国际权威认证 每一项证数的背后都是一个安全保障 特别是很多产品在市场流通之后 常常会遇到一些防伪的假的一个产品 那公司在这方面做了一个非常贴心 就是一个防甲的二维码 希望透过防甲的二维码 大家能够去保证自己拿到的 都是公司原装进口出产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左上角 这边有个企业界的一个奥斯卡 那这张的认证堪称是非常严格的 因为它必须经过严格 大概有将近200多项的项目来审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公司 事实上在营运的过程里面 虽然它成立这个品牌 只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但是它整体几乎是做了一个 在长期营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有的措施跟政策上面 都可以看到它回到了 它所讲的长期主义里面 希望能够让公司的营运 能够在一个非常稳固的基础里面去前进 那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这个PDR 目前来讲 不管是我们的七个产品 全部进入了美国医生药点的PDR 那很多人不禁要问 如果进入美国PDR 代表是美国内科医师 在桌上都有一本药点 要开给一般的患者 所使用的保健品 只要进入这个美国医生药点 也是桌上药点的处方前 全部都可以开给患者 那它的代表的一个意义 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产品必须要真正有效 第二个它必须要以药厂的标准来制造 第三个它必须营养素 在45分钟吃进去之后 可以为人体吸收跟分解 我想有这样的一个保证 对大家来讲 应该在吃产品的过程里面 安全有效 就是一般我们消费者在追求产品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当我们所有的产品 在整个产品里面成分 强调了生物黑科技 抓到了健康趋势里面 以细胞抗衰老 修复整个细胞健康 一个重要的核心关键 然后并且取得了国际的认证 我们可以看到这产品的五大天王 整体来讲 基本上回到了中西方里面 所强调的轻调补防 那我想以这一章里面 简单的为大家来解说 就是说 当你们拿到产品时 不知道怎么样来开始吃 甚至不知道产品本身 它的用途的时候 可以先去了解 甚至我们可以从 我们早上刚起来的时候 这时候胃肠 会开始再做一些调节 这时候我们通常 可以以早蓝益生菌 来作为你清除肠胃当中 来帮助你的肠道的 这个平衡新陈代谢 来作为整个新陈代谢的 一个指挥官 所以我把早蓝益生菌 当作是作为我们胃肠机能里面 帮助我们新陈代谢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也知道 现在医学当中 其实对早蓝益生菌 有符合一个叫做脑长周理论 也就是说 当你的肠胃 能够到达一定的平衡 然后新陈代谢是完善的 它会影响 它就像你第二个大脑 它会启动你脑内的多半胺里面 让你觉得开心 所以很多伙伴在吃了早蓝益生菌 他就发现他的素变改善了 然后他说他变得开心起来 所以这个脑长周理论 跟早蓝益生菌 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那第二个就是 紫痰奇的患活影 我们都知道 特别是在现在疫情 紫痰奇本身患活影 它拥有21种的营养素 等于是帮你在平常营养的提供当中 全部以抗氧化的一个概念里面提供你一个全面性的营养素 不仅可以美容啊 变漂亮啊 皮肤变好啊 它还提供了一些 现在在防疫的过程 大家很担心疫苗的后座力 以及疫苗 没有办法 我们的免疫力可以去抵抗 所以紫痰奇的患活影当中 它不仅拥有全方位的一个营养素 它还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系统 抗氧化 然后甚至穿过我们的脑血屏障 所以我就把它称为是抗氧化的一个全能营养素 那坊间也有人称为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抗衰 天然抗衰的植物的这个营养素 所以紫痰奇的患活影在现在的过程里面 它的确帮助了很多人养颜美容 也帮助了大家能够提高免疫力 那另外就是回到了我们整个公司里面 产品的一个核心 就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的细胞健康 也就是透过SOD、NMN 可以激活我们人体七条长寿蛋白基因 也就是回到了以前秦始皇时期 派人去寻找长生不老 所以SOD、NMN 它的确可以透过我们细胞的修复 激活我们人体的七条长寿蛋白基因的时候 让我们青春逆龄长生不老 那另外一个就是脑力剑 它是专门在修复我们大脑 所以它是一个大脑的细胞修复师 就像我刚才讲的 凯莉的产品里面它有很多的优势 这个优势里面 其实它包括了很多的互放跟鞋头 像在脑力剑里面 它也加入了我们刚才所讲的白铃鲁纯针子弹器 然后帮助清除我们一些身体有害的自由基 然后也加入像EGCG这样的七黄素的有机成分 来保护我的脑血管 甚至它加了一个αGPC 可以穿越我们的脑血管屏障 里面还加入了99.92高纯度的NNN 所以它可以提高了我们脑神经里面NAD加的水准 那第五种就是现在 当我们要吃这些产品的过程里面 有一项氢气片 等于是把我们身体当中 从日常生活当中 或者是环境荷尔蒙当中 甚至我们吃到了一些相关有毒的部分 或是日常我们遇到的一些骨舌 PQQ的氢气片 等于是帮我们做细胞排毒的魔法师 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一些 所谓发炎的机制 它有一个靶向智慧型的抗发炎 然后它甚至可以帮助我们眼睛 白内脏跟清光眼都可以保护眼睛 所以整个PQQ氢气片 在这两三年整个疫情发作的过程里面 很多人用轻医学 不管是在日本美国或是在大陆 都能够用轻医学的部分 来作为预防所谓新冠肺炎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轻医学的机制 因为它可以促进我们立腺体的增生 帮我们立腺体的导电 重新促成它功能的再生 所以我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清楚的让大家比较容易去吸取到 凯利产品里面的一些精华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当所有的七个产品都进入了美国PDR 也就是美国医师用药指南的时候 你如何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用每一个产品里面的成分 作用跟它的功效 简单的去跟大家来分享 我想这样大家从刚才的三大系统 不管是SOD 从H2到NAD加 这三大的细胞系统里面的概念 去呈现了凯利细胞产品优化的一个概念的时候 大家会比较清楚 究竟我们的产品的脉络是如何 就比较不会觉得说 去了解产品这件事情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谈海力产品的亮点 它其实是有关键字的 所以我再重复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刚才讲的SOD 还有包括刚才的NAD加以及H2 所以整个全新的黑科技的产品 列入了美国医师药点PDR之外 它其实就在强调轻调补防的 一个预防的医学概念 从轻 轻乘代谢 处理我们身体细胞的一些被误 跟所谓的毒素 然后调就是 比如说像益生菌 它可以调理好我们体内的一些环境 补就是补充对的营养素 不管是补充脑力剑 或者是子弹期 那防的话我们可以透过了 比如说氢气片 透过了NNN 它可以防止病菌的入侵 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 所以可以看到 凯利的全产品 基本上都是着眼强调在 轻调补防的一个概念 来帮助大家能够在细胞的修复上取得 那我们也知道 氢气事实上 它是一个比较难以捉摸的气体 可是自从大家 在1970年代里面 发现分子氢的治疗潜力 它可以是一种抗氧化剂 可以改善我们代谢的状况 这个应用 所以现在有关于分子氢 如何改善健康的研究 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 医学的期刊跟报告 所以这些都形成了凯利产品的亮点 比如说抗氧化消除有害自由基 活化人体的细胞 线粒体跟穿越所谓的血脑屏障 那像我们的产品当中 像氢气片脑力剑跟子弹期 全部都可以穿越血脑屏障 那像NMN子弹期 它可以激活人体七条长寿蛋白基因 那像NMN子弹期跟脑力剑 本身对肝都是有效果的 而像氢气片跟益生菌 如果你愿意再加上子弹期 去补充你自己本身的营养素 它可以预防肿瘤跟癌症 所以我想这个凯利的产品亮点 是非常独特的 那不禁有人就问到说 SOD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都知道 有人把SOD 称作清除自由基的一个天然剂 它本身有六大功能 第一个是可以抗光化 它可以保护细胞 让我们减少一些子弱外线 对皮肤的伤害 甚至可以让皮肤的伤口 它修复得非常的迅速 第二个它抗氧化 所以我们就说 SOD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细胞抗氧化剂 然后它可以延缓衰老 第三个抗糖化 所以它又回到了 我们刚才所讲的 凯利的品牌 其实就是以 让大家能够 摄取糖分减少的过程里面 帮助我们健康细胞配合化 第四个抗炎性 所以它可以发现 慢性的炎性患者 它如果不注意 它就容易最后变成癌症 所以它基本上在产品当中 都有一个所谓的 让我们大家抗发炎的一个方式 那第五个功能就是抵抗了大脑衰老 然后第六个就是抵抗我们机体的衰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SOD它的功能其实是非常强大的 而公司以一个部方跟协同性的概念 在我们凯利的全产品当中有五项 全部都加入SOD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清楚身上的一些 比如说有毒搭 然后可以让自己抗发炎 还有刚才的一些功能让皮肤变更好 这五项的产品全部都包含了SOD 所以它是清楚我们有害自由基的一个天然的抗氧剂 那大家可以看到第五项是烟窩酸 也就是现在的量素 就是最近刚出来 在这一次的凯利的钻石节当中 它也有加入了SOD 所以可以看到公司几乎是不计成本 那我们都知道SOD是黄金价格的3000倍 就知道公司在为了产品本身有互方的协同效应 它真的是加了非常多的互方 它完全不手软 但是在产品价格里面 却能够是比这个协同作用里面 高非常多的一个原料加进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提到NNN 不禁就要谈到NAD加的潜艇物质 因为很多人问说NNN到底是什么 不管是我们平价版的β的NNN6000 或者是SOD的NNN 它基本上它就是生成NAD加的潜艇物质 那它可以帮我们的人体细胞 去提供能量的来源 所以只有βNNN可以被人体利用 转化为NAD加 那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当中 促进我们反应里面 很重要的一些补酶 它对我们一些 比如说新陈代谢调控 有一些关键的作用 它也会随着NAD加水平的提升 它可以决定能细胞的活力 跟衰老的速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伙伴 在吃了NNN之后 它的皮肤迅速的恢复得年轻的活力 因为一般NAD加只要减少 通常我们过了25岁 整个NAD加水平平坚减少 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 就会有一些基底的细胞里面 影响增皮层 就会形成了有一些怎么样 断裂的胶原纤维 它形成皱纹 那当你补充NAD加 提高了我们的 基底细胞的代谢 它自然就会修复你 比如说老化 形成皱纹的一些胶原的细胞 然后变得更紧致 所以NNN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那目前在我们的产品当中 含有NNN有三种产品 它就是抗衰逆领启动长寿蛋白基因 其中有个SOD NNN 我想这些大家都很清楚 那另外就是βNNN的6000 以及脑力键 它都有含有NNN 所以NNN为什么现在很红 也就是它是可以修复我们人体的DNA 那在左边这边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哈佛遗传基因学教授 这个大卫辛克兰 他本身因为之前发现了白铃卤唇 后来又发现了NNN 本身对于修复了我们身体DNA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 然后它可以补充NNN 有效的修复衰老生物体内的细胞功能 那就因为它发现了这个部分 它就发表在Cell Nature跟Science 这种知名的一些期刊 那可以看到了包括又多了一个科学的 这个医学期刊 那它所提出来的一个研究结论 它用它在实验室当中 不用NNN7天22个月的小老鼠 相当于人类的这个生理年龄60岁 结果不用7天之后 一个有食用的小老鼠 跟没有食用的小老鼠 有食用的小老鼠 竟然可以在实用7天之后 它的生理年龄从人类的60岁到人类的20岁 所以它察觉到这个是一个非常紧人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了呢 香港这个右边这部分是非常有名的香港的李嘉诚 那它本身在香港的区城市 它也有贩售一个以强调NNN可以抗衰老健康的一个TRU 那它本身就是跟我们公司合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左边 我们的Bogo老师 他就提到了当时李嘉诚 他在寻寻秘密如何让自己的健康 可以维持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他花了2400万跟上游厂商 也就是我们的母公司扣医来作为合作 那就帮他创造了数百亿的商业价值 那他整个跟公司还有8年的合约 都可以看到了以香港首富李嘉诚的投资眼光里面 他都知道如何去选择一个 在美国综合实力排行 前五名的保健品的生产的企业 来跟他做合作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非常多名人 都开始在注意了所谓健康抗衰老的 这样的一个产业 所以很多人提到说 人类活到150岁是梦吗 如果我们从这么多的中西名人 都在使用NNN 大概就可以看到了 人类在延长寿命 只要用对了生物黑科技 你想要活到130岁150岁 绝对不是梦 因为他的著作当中 在台湾翻成可不可以不变老里面 他提出了两个概念 就是人类的确可以运用了NNN 来帮助大家延长寿命 跟延长健康的寿命 也就是说当你活到很老你不健康 这是两件事 然后第二个是衰老是可以可塑性的 因为很多人健康问题是跟DNA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能够使用到一个很好的产品 它的确可以让我们身体的遗传因素 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健 所以市面上有非常多 大概有4000多种的NNN 那我们的很多伙伴都会遇到说 那这么多的NNN当中 为什么我们的NNN会是独到的 我刚刚有提到了 PDR当中4000多种当中 只有11种进入PDR 光是11种当中公司所生产的SOD NNN 跟β6000都已经进入了PDR 那另外一个是βNNN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是自然发酵 也就是榜间很多不是用β型的NNN 它并不是自然的 也就是它为人体吸收只有40% 但是如果用纯天然βNNN为人体吸收 可以到达95%以上的吸收率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 就知道市面上很多都打着NNNN的概念 来作为市场的行销 但是当大家都说李嘉诚 跟他们有关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李嘉诚的上游厂商 合作的就是唯一政治标记 就是后一 所以如何选择最好的品质 第一个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一定是β型的 第二个中间没有违禁品 第三有没有兴奋剂的成分 它在这边是没有的 另外SOD NNNN里面 有一颗120毫克的这个NNN 所以一瓶有90 所以一瓶里面就1800的毫克 然后加上它是特级的NNN 99.92的精纯度 所以在我刚才所讲的 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讲 NNNN里面它可以清除养化自由基 改善发炎的反应 激活人体的NAD加 所以这些都可以让大家知道 我们的SOD NNN 的确是在市场当中 以SOD六大功效 加入NNN可以抗衰老 抗健康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这个清纯令灵片当中 它是以口腔含片的 也就是说整个以口腔黏膜 大概15秒就可以陆续被身体吸收 它可以有效提升NAD加的水准 那它也是获得了19项的权威认证 整个高性价比 那一般来讲 99.92的精纯度 只要纯度每提高0.1 它的吸收率就提高2.5倍 它是仅次于静脉注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报告 就是有关于这个新冠肺炎 跟NNN当中 以它医治 在很短的时间当中 从阳变阴 那我们也拿到苏米克里面的 这个营养实验室里面 对于99.92 特及这个精纯度里面的一个证书 那βNNN6000 是因为一颗的βNNN当中 是100毫克 那里面有60颗 所以加起来是6000 所以叫βNNN 它一样也在做细胞修复 跟细胞能量 所以这个一样 就跟刚才我们所讲的 SODNNN 它的功能性是很接近的 那另外就是 我们刚才所讲的 早兰益生菌 它对于强化身体细胞的免疫 保持体质的酸碱平衡 跟强化我们关节骨盒消化剂 这些都有很大的功能 那其中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早兰益生菌 为什么跟绑间益生菌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六合一 怎么说呢 它加入了SOD濕热藻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具的六大功能 它是从所谓的 2100公尺的深海里面 去提出来的濕热藻 它可以耐464度C的高温 所以它通过强烈的胃酸 你都不用担心 它可以抗酸化 抗光化 抗氧化 然后另外它是300亿株的医生菌 然后里面有72种矿物精华 然后它里面有所谓的早兰蛋白 它可以帮助你防肿瘤跟抑制癌症 然后里面有加入了K2 D3跟K2 可以帮我们对于骨骼跟神经系统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个多矿的免疫调节里面 早兰医生菌 的确对于我们细胞的代谢 肠道调控免疫功能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那另外它有一个 Omega 3跟Omega 6 又号称我们血管轻道波 对于我们身体的血液的粘稠度 血液血管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另外一个就是脑力剑 本身它可以所谓防止老年痴呆症 跟所谓的穿越脑血管屏障 修复脑血管的DNA 它本身也加入了99.92高级精纯的NNN 它对于产品的功效 这些对于比如说有老年痴呆症 失质 帕金森氏症 这些都有帮助 那非常多伙伴也利用了脑力剑跟医生菌 在吃大餐之前的30分钟 吃了两颗脑力剑跟医包医生菌 它可以抑制你在热量的吸收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体重的恢复 所以我觉得脑力剑是一个很不错的 像我是长期在熬夜 然后早上爬不起来 早八的课常常要定十几个闹钟 但是我吃了脑力剑 我跟各位报告我发脸书 可以在早上七点钟就发脸书 所以我充分感受到脑力剑对我的帮助 所以从一个概念来讲 很多正在学习的青年学子 可以以脑力剑当中非常多青年学子 在促进我们智力发展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是从医学期刊里面谈到了 是如何改善学习跟认知的一个功能 从一个理想处置屋里面 去修复大脑神经细胞 它本身没有毒性没有护作用 在脑力剑里面可以看出来 那另外在亲戚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亲戚 是一个亲戚的免疫疗法 对于癌症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在现在的亲戚医学当中 有非常多的书籍 开始从亲戚的免疫疗法里面 去连接到如何去消除所谓肿瘤 提升个人的免疫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亲戚 它本身结合了日本的PQQ 这个水溶性的维生素当中 可以透过美跟水的功能来生成亲戚 来补充我们人体的微量元素 所以它可以优化我们身体的 所谓的细胞线粒体 所以整体亲戚来讲 它号称是可以加入PQQ 它等同于像牛樟枝 灵枝 它是免疫效果的8到10倍 本身可以增加我们身体的细胞免疫力 抵抗肿瘤跟抵抗癌症 强化大脑的调理神经系统 以四大系统里面 可以帮助亲戚在水里面 可以怎么样 视清索清跟熟清 而它也是当前在亲戚产品当中 可以维持四小时 所以这是我做出的一张 就是当它加入了PQQ 跟坊间一般在谈亲戚当中 它最大的不同点 也就是说我们的凯利PQQ 是一个全球独家唯一 加入了十大的协同功能 促进了我们十大生理功能的变化 而它技术煤粉加上微纳米的墙锁水 所以它也符合了国际清标准委员会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只要能够达到0.5的PPM 它就到达医疗效果 但是我们的氢气片 一颗氢气片丢到水里 就达11个PPM 等于是已经到达了国际清标准委员会 到达医疗效果的22倍 所以你可以知道 一颗氢真的可以让你 每一天的细胞排毒 有一个很大的关键作用 那另外我们就是子檀期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它包含了SOB 它可以强化免疫力 增加营养 清除我们身体有害的自由基 跟抗氧化 甚至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 它本身是白梨乳醇里面 生物口服的生物利用率 有66.9% 然后它也具有白梨乳醇 多种生物活性 可以缓解一些炎性发炎 抗氧化 所以它对于我们身体里面 可以到达全能抗氧化 全能提升免疫 跟全能营养补充 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所以如果我们谈到子檀期 幻活移 或许你可以说 它是天然植物营养的抗衰数 那另外就是男力剑 这个男力剑的增强板 它符合了就是一般男性的搞不同 在30岁之后会以每一年都 1%的速度下降 那它就可以帮助大家 有四大功效 搞不同的水肿会提升 然后捍卫男性的健康 肌肉量会增加 然后增加机体的免疫能力 那我们有非常多的伙伴 仅仅只是使用了男力剑 却可以用白把变成咖啡色的把 所以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我跟他讲 我们做见证的时候 绝对不能做假 绝对不能去染把 然后告诉大家说 这是吃了产品而产生的 他说老师我跟你讲 真的是白把变合法 我没有去染把 所以可以看到男力剑 这超强版的我们Wendy老师所讲的 十全大补完 已经变成十全 十五种成分 那在这张里面是男力剑里面 我有把原原优质的原料功能 里面所增加的有加进来 所以可以看到 那另外就是新增加的儿童元气 多维软糖 我个人非常喜欢它 主要是因为我是手机上证 所以我认为这个儿童多元的 元气的多维软糖 可以帮助眼部的防止蓝光 然后也提供了一些基础的 丰富的营养 并增强大脑的认知功能 那它的口感非常好吃 而且就是基本上吃下去 真的是会一直停不下来 那这个给大家参考 那另外就是新上市的这个燕窝酸 我想那一天 那个Boco老师有提到了 整个燕窝酸里面这个量素 就像他所讲的 绝对会让你成为一个闪亮亮丽的美人 因为它可以提供抗氧化的功能 润泽皮肤 养颜 美容 然后增强身体的细统 细胞细统 那并且能够让我们自己的免疫功能可以正常 那整体里面有五种成分 其中也加了SOD 所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透明质酸 这就是我们俗称的玻尿酸 玻尿酸有个很强大的功能 这就是为什么非常多的伙伴现在在讲说 当他用这个紫痰奇来敷脸的过程里面 他如果能够饮用更大量的水 你的水分会被这个紫痰奇里面非常大力的去吸收 那这个部分我是去问过了相关的化妆品的研发专家 他说为什么你们用这样的部分可以让自己皮肤蓬润 这都是有关的 所以在讲了刚才上述的这些产品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如何在常见疾病当中使用凯利产品 所以在上次的几个医学专家里面 他就有提了一些建议 那这个就让大家参考 基本上从高血压 高血脂 心脑血管 呼吸 消化 肝脏 肾脏 脑神经系统到精神系统及皮肤病已经癌症 都可以使用凯利来作为预防医学 以及亚健康的一个使用的保健品 那这以下就是一些见证 我们可以看到他头发长得非常快 那各位应该知道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我的刘海 以前我的刘海是两个礼拜修一次 我现在因为使用产品 我基本上大概是一个礼拜会修两次的刘海 你就可以知道他再生的速度非常快 那这是我们一些其他领导人 也是有没有发现他是从合法变成黑法 那就印证了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伙伴 他的白法变成合法 他绝对都是完全使用凯利产品 而不是用染法的方式来形成他青春逆龄 所以你可以看到凯利的这个产品 在非常多伙伴身上形成很多的见证 那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领导人 他在甲状腺里面有一个非常使用三个月以后 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抗衰老使于细胞健康 让大家细胞逆龄健康 整个脸不断的往上提 比法令纹都变少了 然后包括去斑的一个功能 这都可以看到就是像我一些伙伴在使用青气片 大概两个礼拜后 他的皮肤的色结白了一结 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台湾靠靠姐 他使用了这些产品 在短短的时间里面 我们刚刚讲的去知道细胞健康 跟如何延长我们寿命 可以从细胞的短力去看看 那他在饮用的过程里面 他的细胞短力变长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领导人 Grace伍传 以及我们的另外一个领导人 先先 他们在使用产品当中 所有的改变都可以看到青春逆龄 的确作为凯利产品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牌核心的关键 那这个是当时先先 在对抗新冠病毒的过程里面 他如何使用 在短短的期间 两个月两个礼拜当中 完全没有使用任何食物 而用这个产品 从身体排出像不油斑 黑色的变到最后完全康复 他说这个产品让他能够死里逃生 那这是我一个伙伴 他在运用了产品之后 使用产品之后 他在去验的过程里面 他的高胆固醇跟血脂 三酸甘油脂都有一个 很明显的降低 那另外这个是李东升老师里面 他使用的产品 让他年轻非常多 仿佛回到他所讲的36岁的年轻比例 所以大家 然后这个是图解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他以往遇到的疾病当中 他不断地寻求 有没有可以改善 他生病的这个状态 那没想到让他使用两个月后 癌指数降到0.43 那整个精神气色都很好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高雄的伙伴 他在这个将近十几年的这个过程 然后身体的疾病一直没有办法好 但是他在使用了这个将近六天 氢气病因生菌 竟然他恢复了80% 对他来讲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重要 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三把钥匙是产品 第四把就是财富精药 因为凯利有个人性化的制度 他在讲究三个数字 一个叫2 一个叫1 也就是210制度 也就是说这个制度 一个2 就是强调双轨 可以赚到所谓零售推荐 分销业绩管理 以及分红 算是分红跟矩阵 但是当这个制度当中 有一些伙伴 他只想经营的营运区 一样也能够透过经营的营运区赚大钱 所以这跟一般的组织行销制度 必须要经营两个区块 是非常不同的 那另外 公司为了要奖励 作业坊间组织行销里面 对于消费者 只要他没有分享 他是绝对不可能 能够领到奖金的 公司希望透过一个八二法则里面 赠送一个全世界 独一无二的举证福利奖 那透过了这个系统公开 激发大家透过举证福利 他能够 只要他愿意 长期持续的吃产品 他一样也可以领到奖金 让消费者更有底气 因为对公司来讲 他认为世界财富是消费者创造的 他希望能够将消费者支付进行 来实现存消费赚钱 那这个部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整个公司当中 在八种奖金透过210当中解决了传统一些组织行销制度里面的问题 那这也重新改写了八二定律 让能力强者有能力的或者是能力弱的人 他都可以实现对等的收益跟价值 来实现真正平衡共生 所以当我们提到了整个公司的制度 不禁就要提到凯利奖金的播出率 从不管是整个八种奖金来讲 2999美元套餐 当公司美貌卖出一套2999美元套餐 它的总体播出率将近76.72 这中间还没有包含了产品券 全球运费跟新官费 像这次活动当中 升级套餐的人 又可以重新拿到公司产品券500美元 我想这是一个悲航千载男朋友的机会 所以很多人提到说 凯利奖金播出率跟制度 堪称是全球第一 全球唯一 只要坚持分享必成不好 所以第五把潮流金钥 就是凯利的网络跨境 我想在现在整个timing 是很重要的时间 大健康的产业全球一张网 人脉的圈层帮助你流量变现 所以李嘉诚说 当商机出现的时候 5%他是先知先觉 在凯利现在2021年开始 是营运到现在 会员将近3万多人 我们都是这一波 在发展的先知先觉 何况我们现在拥有了 现在整个健康大趋势的 NNNPQQ 如何创造财富第七波 而跟上这财富第七波的趋势 机会来敲门的时候 你要不要掌握机会 那第六把就是潮流金钥 也就是坊间现在所讲的新流利 也就是当新法能量引导团队 GC99的超级Blow 这个部分GC99代表G是Great G是Tellerie跟99 就是常常99 透过了一个团队的代理 一个团队的文化 打造第一个新流新法 以新来带领整个组织团队里面 帮助大家走上钻石之路 第二个 他也是钻石精英的打磨地 目前为止在我们大领导的代理之下 创造了14颗钻石 跟各种新级董事 第三个 他的发展市场遍及全球 吸引了全球的精英纷纷加入 也就是GC99 创造了整个凯利产业里面的 无数神话 所以如果以我们这样来讲 从顾客的角度 他注重安全效果性价比 我们拥有19张的国际认证 新陈代谢 调控代谢修复 高性价比 从一个经销商的角度来讲 产品销售跟制度 包括了我们现在在物流 经流网络 以及我们在跨境电商模式上面 都可以看到了 整个凯利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所以当傅爸爸后一 去打造凯利健康的一个大金钥的时候 他引爆全球 整个傅爸爸的后一品牌形象 都让大家能够 从一个企业探索 全球化运营跟品牌 国际化的一个新思路 打造了凯利品牌知名度跟美誉度 所以从以上所讲的 他有谱德 哈佛大学对于一个成功企业当中 有八项条件 必须来从这边来探讨 第一个 轻资产重营销 第二个 独一独二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 立竿建议的产品效果 已经重复消费 售后服务少 以及它是一个渠道好搭建 透过了网络全球一张网的概念 并且可以透过产品的内容 满足多层次的各项需求 以及健康大趋势是现在跟未来重要品牌的时机 整个凯利产业都非常符合这些 所以当大家看到了 跟大家分享的六个所谓的凯利金药 你有没有因此而行动呢 目前整个加盟有四种套筑 分别是499 1099 2399 2999 那现在刚好也赶上了9月5号刚开始的凯利的钻石节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询问 带你来听这个分享的朋友 那凯利的钻石节里面它有一些很重要的 比如说它又推出了推荐奖 倍数的股票赠送 还有这次加盟套组就是我们刚才想的 升级套组可以享受产品礼品券有500 还有1099以上就有送现在最新的燕窝的量数 还有活跃套餐增加了18级的套组 也有送所谓的量数 那另外针对就是很多伙伴提到了 就是说它有些矩阵被降策 那在这次钻石节活动 只要是一心总10个人的组织以上 购买36期的活跃套组 它所有降级的矩阵全部恢复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机会 另外它也跟新轮的悲轮一样 一并来实施 所以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想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然后你想让自己的人生多一些选择吗 你可以让你的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上吗 或许我们不应该相信命运为我们写的一些剧本 因为有时候命运是一个糟糕的写手 但是当我们有机会面临到我们人生 可以改变我们机会的同时 你有没有可能作为你操支你命运的内的英雄 因为只有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那我想凯莉的六大金钥 不管是实力产品制度以及时机 还有团队 包括愿景文化 这些都可以看出凯莉对你来讲 轻资产创业绝对会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机会 我想我们一起透过几间生意 帮助自己在凯莉的产业当中找到后疫情时代 可以创造你人生生机的一个机会 那选择凯莉健康美丽 凯莉打造你的财富免疫力跟健康免疫力 那谢谢大家今天是我的分享 那我把麦克风交给我们今天 知性美丽优雅的秀琴老师 好的 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教授经济的解析 凯莉的商机与优势 看见她用心做的PD资料 无私的奉献 对我们所有企业家们真实受用无险 无穷 谢谢我们的Kate老师 互联网加生物科技 这是未来20年的趋势跟优势 也是一块巨大的行业红利 凯莉这艘航空母舰才刚刚起航 就要线上所有的企业家们能够抓紧机会 接下来为大家邀请到两位 可以分享她的事情来分享她们的凯莉故事 那第一个要分享的是一个很好的姐姐 今年年初因为凯莉的关系而认识她 但是她在这个产品里面有非常大的见证 她只是一个老板娘很爱赚钱的一个姐姐 人也非常的善良而且非常的孝顺 那我们就来邀请一下我们的伙伴 宗淑霞姐姐有在线上吗 宗淑霞姐 有 欢迎欢迎宗淑霞姐平安 平安平安 好来分享我们聆听你分享 全球台地的家人 新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湾桃园复兴区的姐妹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我们团队 这个全球台地这边来跟大家分享 我接触台地产品的食用 当初第一次也是要先感谢我的阿姨月娇 还有我们秀琴老师 还有我们宏淑老师 让我了解这个优质的产品 那第一次接触这个产品的时候 因为我是因为我的眼睛部分 会因为视神经跟脑神经 碰撞 引起到我的嘴角 脑绪到眼睛这边 造成我很多的不便 尤其是开车 晚上就不敢开车 那我就跟宏淑老师他们讲说 有没有可以让我眼睛好的产品 当时我是蛮拒绝的 因为太多人来介绍产品 那时候也是去年的12月 把他们第一次来找我 那时候天气很冷又下着 这样 我又想说他们来了又不好意思 就有点像应付他们这种的心态 就是阿娜有没有对眼睛有好的产品 他说哎 他就说这个此产器好像不错 那我就说好吧 那我就先另一组来试用看看 那我就拿到产品之后 再使用产品的第三天 因为我最主要是眼睛 可是我睡眠的品质也不是很好 因为我都是要过了差不多晚上12点后 我才能慢慢的就 才开始会去想要入睡这样 那我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是我第一次使用清气片跟脑力键 这个部分 而在我在使用第三天的时候 因为我在使用第三天的时候 因为我也没有去感觉到第四天 怎么我睡觉 要睡就很好睡这样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动 就让我觉得这个产品好像不错 那我就把这个产品 我也我用了一个礼拜 那我就给我妈妈使用这个产品 那妈妈因为她有轻度中风 妈妈今年已经88岁了 那她伤到了她的语言神经 那我也怕说以后要照顾她的话 可能会后面很不好照顾 那我就在想 这个产品既然对我有效 我问你那我是不是要把这个产品拿给妈妈吃 在妈妈在吃的时候 很像吃了半个月吧 她这个手手抬不起来 因为她每次说很痛很痛 半个月之后我看她活动也蛮灵活 然后讲话方面也没有像之前 这么不灵光这样 然后妈妈我就跟妈妈讲 妈妈你把手举起来 妈妈就说很痛很痛 可是她在说很痛很痛的时候 她的手已经举起来了 我就跟妈妈讲说你的手举起来了呢 她就说哪有哪有 我就给她照顾 她也吓一笑 我觉得这个产品对我来讲 我能让我妈妈身体好 然后在她讲话方面也是变得 可以跟我对话 那之前都是有时候她会用手里的 会一直长她的头 说她没办法讲出来 但现在她还可以 现在讲起话来就很流利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要分享的 就是我的先生 他看我吃了一个多月之后 他就说因为那个产品 我是才订499的 然后产品 因为我跟妈妈同时 很快就没有 我就在想 那我就在问那个修琴老师 跟红柳老师说 那我还要再订产品 他就说你要不要申请 那后来我就买大套 大套的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讲 等产品来的时候我再申请 那我先生就说 我也要吃看看 一样他也是我们那时候 就是吃清气片跟脑溢煎 他吃了一段时间之后 因为他有习惯 都要让我去帮他拔那个胡子 他就会躺在大嘴这边 我要帮他拔 因为我说奇怪 他因为这个头蛮粗的 因为他常常会用脑蛮粗的 我就在想说 你的法量怎么变浓了 然后我想说 因为不是很好 我就叫我的小孩子 你们来看一下 爸爸的那个头发 是不是变多了 然后没有那么亮的 然后小孩子说 爸爸真的呢 你的头发 你的头发像变浓密了 然后又变黑了 他说真的假的 因为也知了一段时间 没有去注意 让他自己去照镜室 看了他的头发 说真的呢 对 发量变多了 然后头发也变黑了 这样 他黑不是说整块 就是从这个病角 病角的耳朵后面这边很明显 然后他这个 就是头上就发量变很多 让我们觉得说这个 这个产品让我们受到很大的帮助 那我也就想说 既然这个产品很好 那我也就试着去 跟我周边的亲友来去分享 也很荣幸说 亲友也是蛮认同我的 我就说你使用看看 这个是因为 我们生病都是源自于细胞 我说这个产品是 它是针对我的细胞 这样 然后也很感谢 我的 至于我的眼睛的部分 也是改善之多 因为我的眼睛是 它是神经 而不是说外表 这样 那现在的眼睛 没有脱绪的那么严重 那当然也是配合医生的医疗 来去配合 然后又再使用这个产品 那我想说再都用几个 再持续的使用的话 相信我的眼睛 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也很谢谢我们 我也是第一次 在这么大的这个场格 来跟大家 也是有点紧张 然后也是很谢谢 那个我们的团队 GC99给我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 也在这边 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我的分享就到此 现在交给我们美丽的秀婷老师 谢谢我们的苏霞姐 真的看到苏霞姐现在充满着喜乐 因为产品的改善 帮助到她自己本人 也帮助到她的母亲 也帮助到她的老公 其实这阵子跟苏霞姐的感情非常的好 那我也相信 无论是在身体上面 在财富上面 能够更多的 在苏霞姐的身上 看到更多更多 帮助到她的身上 跟她的团队里面 她很快就是我们的一心董事 那她也要跟我们一起 飞到美国 LAST WEEK 加湿零鼓票 接下来我要邀请的是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我要邀请的是口述 这也是我昨天听到的 我热热的见证 因为其实我们常常下市场 团队能够帮助到谁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但是因为今天这个大姐 她不会用手机 所以就邀请我们的五星董事 宏霞老师来帮我们美专 这个家人的见证 欢迎宏霞老师 好的 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OK可以 OK好 来自全球的线上 所有凯莉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宏霞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想我们每个人的 基因无法决定 但是我们可以 选择一个好的产品 来改变我们自己 以及家人的健康 首先我要跟大家 先分享我自己个人的见证 那我本身基因组织很好 从小 我大概在17岁的时候 就知道我自己有地中海贫血 有V肝带眼 那过去比较年轻 所以不会去在乎自己 这样的一个基因 但是在2009年的时候 得了一次肺腺肿 之后呢 才重视到自己的健康 那这10年呢 我觉得有保养身体 真的是可以改善我们的健康 那去年我是透过一通电话 认识凯莉的事业 那透过这20分钟 我们高三转的一通电话 让我决定全力以赴在凯莉的事业里面 找回我的健康跟事业 感觉我的一个见证 就是他的亲姐姐 也是我的姐姐 那他在两个月之前 就是舌头不舒服 不舒服 然后掌握起泡 起泡之后去医院去做检查之后 医生宣判他舌癌 就是左边的这个照片 当时候检查的时候 拍下来的照片 那我建议他们 就是每天喝清室水 所以他第一天第二天 就是只喝两杯少晚一杯 但是他自己感觉 没有太好的改善 所以我们就建议他一天喝八杯 这个我都有咨询过 我们的温迪老师 所以他一次泡两病 然后一天泡四次 那有八个的这个部分 那一个礼拜之后 他开始做结痂 那半个月之后就萎缩 一个月之后呢 他就是看到右边的这个照片 之后呢 现在目前胎细胞完全可医治哦 那感谢神 然后也感谢他妹妹 还有姐姐 他可以简单相信 我们的产品可以帮助到他 所以呢 那其实每一个故事 对我来讲 就是每一个事故 在我们身边周遭的好朋友 有很多的事故 但是把所有的事故 都变成台丽的 美丽的故事 是我在经营这个台丽的 反正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有很多的感动哦 所以呢 现在整个团队有看到 越来越多的见证 那这只是最近的一个见证 那姐姐呢 本身是做餐饮业 所以 可能在做餐饮 劳累的过程当中 就变成现在的状况 但是 因为凯莉的产品得医治哦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生命当中 能够利差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最重要的一个防护哦 所以呢 我们分享凯莉 真的就是生命影响生命 让每一个故事 都变成一个美丽 凯莉的生命故事 那我的分享呢 再次了 因为这个是台中的一个姐姐 她没有办法用 这个照片呢 我们就不放在FB哦 因为她特别交代 可以在群组里面公开的分享 但是就不放在社群网站 特别的跟大家交代一下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宏如老师的分享 我相信当我们能够帮助到 一个人的身体得改善 我们比他们还要开心跟快乐 那谢谢我们宏如老师的分享 接下来大家要邀请一下 我们的高山站咯 在这么晚的晚上来 为我们勉励几句话 欢迎我们高山站 美丽的站时 嗨 嗨各位凯莉的家人伙伴们 大家早上好 中午好 晚上好 今天看到我们许久未见面的Kate教授 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 我知道她真的在学术这一方面非常的忙碌 那有不断的受邀的演讲 那在这一次呢 这一周真的是非常的荣幸 邀请到我们的Kate教授 百忙之中 为我们的北上凯莉 她做一场精辟的演说 哇 真的好久没听到我们Kate教授的演讲 真的 我会觉得说 她虽然这两三个月 在传统的工作上面非常的忙碌 但是你听她 她精辟分析我们的凯莉 真的是非常的到位 尤其她连PP都重复在做过 我真的感受到我们Kate教授 非常的用心 她不定时的都有在跟进我们 北上凯莉的所有进度 一直update自己 我真的觉得 哇 真的是很简单 听到她今天这么精辟的演讲 那 陈述我们凯莉的六大价值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 我有时候都觉得说 她怎么会这么优秀 可以这么精辟的看见凯莉的价值 并且把她这样子 非常的有条理的叙述出来 我刚才这样一直仔细听 我觉得哇 真的 第一次听两次听三次 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学得到位 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的优秀 有时候觉得自己合得合得 可以吸引这么多的优秀领导 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一起努力跟奋斗 那今天真是非常谢谢我们的Kate教授 那我们今天秀琴老师 我们秀琴老师也真的是不简单 从以前的对这个产业的排斥 到后来认同甚至是热爱我们的凯莉 从一个组织行销的小白 没有经验到现在 哇 我觉得真的是下肢救手啊 我们组织的非常的好 而且呢 台风非常的稳健啊 我们秀琴老师的成长 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一路以来她跟她的姐姐洪老师 为我们的系统的付出 北中南都可以看到她们的身影 不管线上线下都有她们的足迹 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感动 然后我觉得呢 大家也给我们秀琴老师一个 巴巴巴 哇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真的是 那今天呢 也非常感谢我们两位分享嘉宾啊 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在桃园 呼吸一下我们的素侠姐啊 因为呢 简单相信呢 我们这个素晴跟姐姐的 简单分享 那就改善到自己呢 多年来眼睛的状况 哇 这次她妈妈的手抬不起来 也因为吃醉了保健食品 而获到改善 那尤其不简单的是 她老公的铺头啊 竟然长出毛髮来了 我相信了 就是很多男性朋友很困扰的 那没关系啊 其实人家常说嘛 十个凸九个腹是不是 那只是呢 当然了 头上毛髮茂盛的话 真的会显得年轻很多啊 那再来就是我们刚才 我们这个在 我知道就是在台湾中部 一个热炒店的老板娘 我们也是在前平台的旧市啊 也是认识很久 那真正听到她因为呢 职业的关系 可能做热潮都要试菜嘛 那舌头可能会反复的 受到抗伤啊 发炎 就没想到 越来越变成了舌癌 那我们听到呢 因为在去年 凯莉我们刚接触到的时候 第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炎